3比0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应该是赢 没想到 乒乓球没有应该 可能他是伊朗的1号 可能我刚输了2号 我不知道那个压子警察是几号 乒乓球就这样 不是能赢1号就输给5号6号 也不是输给5 6号就赢不了1号 输的两场我就放一边去 今天就今天 昨天就昨天 明天还是明天 就一天一天 从零开始 这是张本志和本次亚运会 与记者的一段对话 男单比赛中一度被认为有机会横扫 但最终艰难晋级 于是张本志和变身拼弹哲学家 说出了一番道理 我们感慨张本志和的中文水平与逻辑能力 都是如此突出 也感慨这位小将在场下如此清醒 当然张本志和也就是因为他不是国平球员 因为在残酷的国平队内 如果你总是打得艰难 总是输掉一些意料之外的比赛 的确将无法出人头地 记者的话也没毛病 因为在国内队内 如果教练认为是应该有的结果 你却没有做到 那么很可能输掉的就是一辈子